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會在明天上午在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 她早前說過今年施政報告不能迴避救私重組政府架構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出席民建聯綠色經濟高峰會後說 她沒有直接參與有關討論 但認為現在政府架構製造很多麻煩需要重組 當我在法警委員會主席時 其中一個建議是政府內部很多政府架構製造很多麻煩 我知道民建聯提出很多意見為何它能夠改善 包括將來我們需要立法徵費的時候 這是一個環保局的政策 但其實執行時是涉環處的 不是很矛盾的 所以我知道民建聯接受了這個議題 都提出了如何將這些架構方面能夠去重整 令到大家的目標一致 就不是說一個局做一個局的建議 但另一個局則是執行由不同人 大家的目標不是一致 所以我想這些重組是有需要的 有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施政報告不僅大動作穩地去解決房屋問題 政府架構重組也是另一個焦點 除了盛傳會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以及分拆運輸及房屋局之外 處理未來重中之重的土地房屋政策 其他政策局架構亦會大洗牌 報導說2019年修禮風波爆發期間 因為清拆連龍牆、國旗海報等問題 引起建制不滿 因此會將食環處 撥歸主理地區行政的民政事務局去管轄 地區行政工作統一處理 報導又說 民政事務局向來政治色彩濃厚 除了負責區議會運作 還手握及負責分配地區資源 前任局長劉剛華及現任局長徐英偉 都是出身民建聯 民政事務局管轄食環處後 職權範圍更加政治化地區化 而多由醫護界喬楚執掌的食衛局 以後可以集中精力處理醫療衛生專業領域 減少政治化的工作 民建聯副主席陳鶴峰說 康民處目前屬於民政局 食環處歸食委局 建議回復當年市政局的做法 由民政局統一處理兩個部門 理順地區問題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委員工聯會的郭偉強說 食委局處理疫情等問題已經一頭煙 如果將食環處的職能 轉移到負責地區事務的民政局合理做法 另外 民建聯提出 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核下的工業貿易處 撥歸創新及科技局管理 副主席周浩鼎說 創科局主導工業4.0政策 而公貿處職能的範疇包括支援工業 參與工業用地規劃研究 亦有參與職份局工作 將那處撥入創科局屬於合理的做法 政府架構重組牽涉廣 香港民意研究所呼行政總裁鍾建華說 過往每次有新特首上場都會提出 前特首曾蔭權就增設發展局 合併多個部門組成運輸及房局 但運房局被構病政策範疇過分廣泛 接任特首梁振英提出分拆 相關討論多年 鍾建華說 現任局長陳凡甚少處理運輸政策 管理範圍太大分拆無可避免 異性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亦是大勢所趨 有配合北京加強意識形態的意味 至於其他部門重置 鍾建華強調政府應該釐清重組的理念 是要精簡達至局處合一 亦或政策範疇的分工更清晰 架構重組 如何令政策配合民情民心 運作時有效率 處理當中的矛盾 提出最有效的中長遠目標和政策 相信是重中之重 明報社評 繼教協之後 另一個歷史悠久的勞工界組織即公盟 一前亦決議解散 反修例風暴期間 職工盟曾經響應罷工罷市 最近又被質疑違反港區國安法 當局強調徹查追究 職工盟在壓力下解散 其解散無可避免 令本地公運少了一把重要聲音 部分組織成員和很多屬會 認為難以再運作下去 解散是無奈決定 中央要求自港者接地器貼基層 特區政府有責任加強保障勞工權益 當局應該多聽勞工意見 同時要求工商界多付社會責任 不要以為少了一個立場強硬的勞工組織 就可以趁機剝削工日 情報寫評 拉丁母女導師李嘉盈 七年前到美容中心接受抽支手術後去世 負責手術的女西醫官校資經審訊被裁定誤殺罪成 本港接二連三的醫學美容嚴重事故 促使政府修改相關法例 但仍漏洞處處 例如縱使政府規定由醫生操作醫療儀器 但現時沒有醫學美容專科 換言之任何一位普通科醫生都能夠進行有關療程 任誰都知道這些療程和器材日新月異 現時香港沒有就美容儀器和使用儀器的操作者作規管 我們認為使用儀器時要有資力認可才能夠更有保障 文匯報社評 本港正和內地商討免檢疫通關事宜 其中切過關碼是恢復正常通關的必要條件之一 今次澳門案例顯示 由於澳康碼沒有追蹤功能 在未找到源頭和密切接觸者前 只能夠中斷免檢疫通關 本港人口是澳門十幾倍 如果通關碼沒有追蹤功能 香港和內地免檢疫通關後出現和澳門類似情況 本港必須用更多時間才能恢復免檢疫通關 推出具追蹤功能的通關碼必要而且合理 特區政府應該吸取澳門的教訓 盡可能加快通關碼研發 澳門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包括兩名內地裝修工人 當局昨晚再次啟動全民核酸檢測 原定昨天實施的珠海澳門免檢疫通關安排 也要臨時取消 澳門原定中午起 放寬合資格人士經澳門入境珠海 可以免檢疫通關 但因為澳門再出現個案而要暫緩 有提早去到關閘口案等過關的人 感到既無奈又不滿 澳門中小學原定早早復課 也要臨時暫停 有跨境學生不能上學之餘 更加是有家歸不得 因為如果回珠海 就要隔離檢疫14天 新增的第一宗確診 患者是一名46歲內地男子 任職裝修工人 他4月和6月在澳門 完成接種兩劑國藥疫苗 原本住在珠海斗門 自上個月26日入境澳門之後 都沒有回過珠海 期間在上個月28日和30日 都做過核酸檢測 結果是呈陰盛 他近日住過的英皇酒店 和維多利亞酒店 還有他的工作地點等 被劃為紅馬區遺風 當局派人家切封鎖線 區內人士被限制不准外出 只能有限度活動 例如在指定地點領取配給物品 也要每天做檢測等 當局說正是調查患者的感染源頭 又透露他去過多間食肆食物 和去過海立坊賭場 到了晚上 當局再公布 這名男子的一名52歲男同事 也確診患者是內地人 住在澳門右漢新村 較早時已經被列狀密切接觸者隔離 經核酸檢測發現確診 這名患者的一名密切接觸者 40歲的越南籍男子也確診 他去過之前兩名患者 工作的單位做事 當局就在晚上9點起 啟動第三次全民檢測 爭取最快48小時內做完 並呼籲市民盡量留在家 減少不必要的活動和聚集 那何時可以重啟諸奧免檢疫通關呢 香港電台記者賴以寧報道 政府安排新界四區區議員宣誓 其中34人宣誓有效 監製人對16名區議員宣誓有效性 全有疑問已經向他們要求提供額外資料 第三場新界區區議員宣誓儀式 在北角社區會堂舉行 繼續由民政事務局長徐英偉作為監製人 今次宣誓涉及新界其中四個區議會 包括北區、大埔、西貢和沙田的區議員 過半數是民主派 政府晚上公布 其中34名區議員宣誓有效 監製人對另外16人的宣誓有效性全有疑問 已經向他們發信要求提供額外資料 以決定宣誓是否有效 這16人最多來自沙田區議會 一共有9人 包括李志弘、石威廉、黎子恩、盧德明、 王浩峰、吳錦洪、吳定林、王學禮和鄭則文 西貢區議會也有4名區議員宣誓有效性全疑 包括涉及民主派初選案 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獲准保釋的柯耀林 另外還有李延浩、李嘉銳和王卓雅 另外三名宣誓有效性全疑的區議員 來自大埔區議會 包括陳振哲、陳惠嘉和蘇達良 另一名大埔區區議員姚君豪 因為非法集結罪性正在服刑 無法出席宣誓儀式 民政事務局說 鑑於姚君豪現時在囚 現在為他安排宣誓 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 如果他情況有變 而到時他仍然擔任區議員 政府會另行作出安排 至於北區區議員王凱瑩 已經向監製人提出 未能出席宣誓儀式的理由 並要求監製人為其另作宣誓安排 監製人正在處理個案 另外在宣誓前 有多名民主派區議員辭職 包括公民黨成員 沙田區議員陳佩銘 另一名沙田區區議員陳樂衡 以及西貢區的余俊齡 政府上個月已經先後為 港島區和九龍區的區議員宣誓 當中有17人被監製人 確定為宣誓無效 要即時離任 今個星期五就會舉行 最後一場宣誓 涉及新界西五個區議會 香港電台記者葉珍珍報道 拉丁武導師李嘉盈 七年前抽資期間昏迷 其後不止 涉案呂細依關考之 早前被裁定一項誤殺罪成 被判囚六年 案發於2014年6月 32歲的拉丁武導師李嘉盈 到尖沙咀加拿分道的重生直發中心 接受被捕抽資療程 麻醉後在手術期間昏迷 最終不治 涉事的38歲醫生關考之 早前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 法官理素蘭判刑事說 事主作為被告的朋友 被被告做有關手術 是基於信任和將生命交給被告 不過被告令事主失望 手術期間 事主的維生監察儀器響起 不過被告只是感識他 對事主的狀況視而不見 離開手術室前 亦沒有確保事主有足夠氧氣供應 對此感到震驚 法官又說當病人在手術室內還未清醒 任何人都不會預期醫生會離他而去 而手術室只有被告一人 受過專業醫學訓練 其餘四名助手都沒有醫學資格 他形容案件非常嚴重是悲劇 法官由引述專家意見 形容被告的行為遠低於標準 手術前沒有全面評估 包括事主的心血管狀況 也沒有任何書面紀錄 有關手術前會面 手術性質 風險 程序和用藥劑量等 最終判被告監禁六年 警方歡迎法庭裁決和判刑 我們在此希望對死者家屬至於深切的慰問 也希望這次案件的結果 可以令死者安息 以及為死者家屬帶來一個交代 我們警方也想在此作出一個呼籲 我們希望市民在選購任何的醫療美容產品之前 要小心去理解入面的內容 並且審慎去考慮當中的風險 他又說已經殺取律政司法律意見 暫時對其他涉案人員 未有相關起訴行動 香港電台記者林家平報導 去食肆用餐的時候 有人會選擇用安心出行 亦有人選擇填紙仔 寫下資料給餐廳 坊間亦有一些自行記低行蹤的手機軟件 但有聲明說 只是用作學術討論用途 不應該取代安心出行 市民如何使用要留意 剛剛過去的週末 警方和衛生署巡查尖沙咀的食肆和酒吧 發現一名22歲的女人 懷疑使用虛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涉嫌使用虛假文書被捕 亦被票控違反防疫規例 據了解 現場警員發現他的手機顯示戒面 與官方安心出行程式有些不同 可以輸入地址 發現戒面屬於假的安心出行程式 女人向現場警員說 程式是朋友幫他下載 他本人不知道並不是安心出行 但律師陸偉雄接受立場新聞查詢時說 純粹下載類似的應用程式或軟件 甚至曾用有關程式記錄行蹤 但未有向執法人員展示 相信不會構成犯罪 如果有人使用這類應用程式或軟件後 再當作真正的安心出行程式 向執法人員展示 就含有欺詐的行為 有可能構成使用虛假文書罪 資訊科技辦公室2月曾發稿 藝務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的情況愈來愈嚴重 由於製造或使用有關藝務的程式 有可能觸犯相關法例 已經交給警方跟進 另外創新及科技局長施永恆 早前說 是時候準備好和內地重新通關 當局正全面檢視香港健康碼 希望令港澳三地聯防聯控的機制做得更好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章透露過 創新及科技局只研發過關碼系統 當眾會包括市民核酸檢測報告 疫苗接種紀錄 以及去內地之前三個星期內的行蹤等 需要實名制登記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認為 通關碼是風險管理措施 不用到內地人士無需下載 確診安排是怎樣? 市民要等政府公布後再了解 經濟日報報道 本港的癌症新增個案創新高 醫管局昨天公布2019年 本港新增35,000宗癌症個案 按年增加1054宗 增幅達3.1% 當中肺癌個案佔最多有5,000多宗個案 按年增加6.2% 肺癌繼2012年以來 再成為本港最常見癌症 醫管局說近年燕民雖然有所減少 但有超過五成患者因為基因特變患上肺癌 有大學教授說醫學界曾經討論推出肺癌篩查計劃 但肺癌不像腸癌有跡可尋 即使肺癌患者透過素描能及早發現 是否能增加生存率型屬未知之數 所以仍有待研究 情報報導 宮底港外傭隔離的大嶼山竹高灣檢疫中心恢復預約 但幾分鐘內已經爆滿 有外傭中介安排了25名員工同時訂房 只是預約到一間房 香港僱傭代理協會外有外國程式可以搶到房 收費5、600元 普通僱傭公司做不到這個程序 他建議政府參考檢疫酒店做法 開放全部房間同時斷備業界預約 令安排更加彈性 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就建議 當局按外傭簽證發出疫期的先後 以此安排預訂檢疫房間 並將每日房間名額增加到300個 星島日報報導 據了解政府將每間塊發展新界不用地 當局最新決定擴大王后山的發展規模 在山麗縣附近的擴展用地 增建4,000個公營房屋單位 涉及6座住宅大樓 預計可以容納1萬1千多人 計劃可以在2030至2031年落成 據悉該用地為政府用地 現時土地主要是前王后山均營的 提供築物和樹群 政府有意將地積比率提升到7倍 比起天水維新市鎮的發展密度更高 有立法會議員說 未來區內人口更多 希望政府可以顧及市民的交通需要 例如增建鐵路 擴建周邊的道路等 以滿足市民需要 文匯報報道 粉嶺一個山頭湧現四個總面積 大約1萬5千平方米的非法停車場 全部有霸佔官地的情況 有車位月租由2,100至2,500元不等 估計四個非法車場 每個月出租車位的收入近百萬元 有停車場內 除了停泊私家車外 還停泊貨車和校巴 並兼營自助洗車場 有街坊說這些非法停車場 在春秋二祭時 會有職員倒塞路口拉下 最近有擴張趨勢 地政總署證實 四個停車場都包含私人土地和政府土地 其中一個更霸佔全幅政府土地 已經轉介執法部門跟進 明報報道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早前公布潘朵拉文件調查報告 有份參與的網媒《立場新聞》 昨日引述涉密文件報道 梁振英在任特首時 透過兩家離岸公司 於回持有大德良行日本業務公司三成股權 以大約230萬元出售股權 質疑它沒有申報 梁振英回應說 港府制度是要求申報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權 不用申報各級子公司股權持有和變動 批評《立場新聞》的報道炒作 有誤導成份 律師將會發信追究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戴律師查錫爾說 不論實際、潛在或者令市民觀感上 和公職有利益衝突 官員都應該申報有關利益 continu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